很久以前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 在遥远的海洋中心有一个神秘的小岛 人鱼岛 传说中在人鱼岛上 人鱼族与人类和平地相处着 人鱼族领袖人鱼公主是岛民们的信仰 人鱼岛上供奉着一种传奇圣物 灵珠 人鱼岛上还存在着一种让人为之倾倒的无价宝藏 人鱼之类 遗憾的是没有任何人知道它身处何处 人鱼之类就如同人鱼岛本身一样 神秘而又令人向往 然而命运的轨迹在今天这一刻 发生了偏离 我是萨老板 我经营一家房地产公司 说实话 我非常地有钱 但是不要误会 我不是那种把金钱当成毕生追求的人 在我看来 这个人世间真正值得追求的 是善良 美好 和爱 26年前 我第一次来到人鱼岛 遇到了我一生当中的最爱 那就是人鱼公主 26年之后 我千辛万苦再一次回到了人鱼岛 却发现我钟爱的人鱼公主 已经在很久以前 离开了这个世界 而他现在的丈夫 那个真岛主 却并没有好好地珍惜 属于我心爱的人鱼公主的 这个美丽的小岛 各位觉得 会是我杀了他吗 哥哥是你吗 怎么会出尸体 也是趴在地上 背部有一些锐气的刺伤 会不会是渔民经常用鱼叉 或者是鱼枪等等 这样的东西造成死者背后被刺穿 侦探 这是你们这个岛上的祠堂是吗 人鱼祠 您是 我是这个岛上的游客 嫌疑人 丧老板 因为这个地方对我的生命来讲 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你是人吗 对不对 我不要想 人 人 好 这位也是人鱼吗 我是 他是我的地产公司的老板的助理 嫌疑人 我是他的儿子 嫌疑人 鬼少爷 我是岛里的公主 嫌疑人 那公主 你怎么有东西 有人鱼 你怎么在这里啊 出现了 出现了 你不是没赶走了吗 嫌疑人 然朋友 现在你也列为五位嫌疑人当中的一个 你是人类吗 对不对 对我是人类 今天是 上岛来找 那公主的 但是那公主说 岛主十点钟 有一个重大的消息要发布 我就偷偷躲到这个缸子里边 我首先心里怀疑的就是她 因为她出场的方式很奇怪 她说她是 因为被赶出了岛 但我个人认为 她躲在缸里是因为 她作案之后 正准备离开现场 可是被 前来开会的我们 劫住了 慌忙之间 她躲到了缸里 这里风景好好 我们是来旅游 我们在这里照一张 谢谢 请你我爱早餐追 我爸爸死了 对不起 我们也不想了 这跟我也没有关系 接来顺便 尊重一下我们的感受 接来顺便我懂的 不要在这边打听骂笑 我懂你的难过 这还不简单吗 这个就是凶器吗 小鸥 帮我拿着这个 我拿着就会反弃 摆个包 这个东西就不需要 我拿着放弃吗 来 我们用大海做被子 来 好美 后面的大海真漂亮 她背后的伤口 肯定不是用刀 或者是斧头 我在案发现场找到了 我刚才猜测中的 作案工具 目前我觉得她是最像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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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看这个 先看看这个 你 你在干嘛 这是香 这没有什么好发现的 呸 这个 而是这个 啊 啊 不能摸那个 字面 南无阿弥陀佛 嘿嘿嘿 哈哈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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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然朋友 房间里面的一个 垃圾桶 垃圾桶里面有 带血的 擦拭过的 酒精棉 紙巾 还有就是一些 书信往来 岛主本来是想把 娜娜公主 加给 陈朋友 但又是因为什么 岛主翻脸了 把 陈朋友赶出了头 是我在 陈朋友的房间里面发现了一把同样的鱼叉 但是是作为一个装饰品摆在它的柜子上面 呃 鱼叉应该是被擦拭过 清理过 在没有发现其他的 做案工具的可能之前 我觉得它是最像的 他到底接下来要讲什么呢 我们来听听看 我来说说我在现场的发现 死者是背后遭人袭击 而且是用尖锐的物品刺穿 在现场发现的鱼叉都有可能 在陈朋友的房间里有一把同样的鱼叉 对 这是我捕鱼的工具 所以你用起来得心应手 对吗 对 我在你房间里发现了岛主在2007年 立下的一个声明 对 决定让女儿嫁给你 对 你成为下一代岛主 另外一半长宝图会交给你 那是2007年 对 为什么到了2016年4月14日突然你会被赶出岛 在被软禁的时候 他突然告诉我 说岛主禁止他嫁给我 禁止我们两个交往 然后我就去问岛主 我说岛主为什么 岛主告诉我 一只是希望我帮他做事情 我想知道男朋友身上发生的故事 他究竟因为什么 博得了岛主的同意和欢心 又是因为什么突然又被岛主给赶出了岛 所以我怀疑这背后一定有其他的事情 亲爱的萨萨 什么东西 你好聪明 发现了我的秘密 你这个秘密大了去了 我告诉你 我们大人的世界 你们孩子是不会懂的 所以你来埋倒 我有钱 我愿意拿什么擦脸都可以 我觉得那个萨老板呢 真的蛮有问题的 他今天整个人很奇怪 我今天都这样 这是一个人鱼的眼泪的评估书 这个是一个人鱼的眼泪的评估书 你对我们人鱼岛非常有兴趣 为什么 对 我觉得你应该想要我们的地图 想要针对的保障 想要人鱼之类 是不是 萨老板你的房间里这封情书 是你跟第二十五代公主的 第二十五代人鱼公主 给你写的这封情书 在萨老板的房间 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这个很重要 开场白水亲爱的萨萨 我们两个不会是你的孩子吧 所以 所以 她要杀我 安静 非常好 这留下一个很大很大的问号 你永远相信自己 但是别人没法相信你 一开始这么多的线索指向 在别人看来 他们会觉得很坏 而你越是辩解 别人越会觉得 你是在隐藏 在掩饰 你之前知道 人鱼的眼泪的事情吗 人鱼公主跟我同龄 嗯 这她一定知道的 在她送我走的那一天 她哭了 她哭了 所以你有一滴 你有一滴无家之后 所以你才可以去做评估 在这里 我觉得你们 所有人看在眼里的 都是一颗钻石 但是在我这里 她不是一颗钻石 她是一个女人 我不管她是人鱼 还是 你如果不爱钱 你干嘛去评估她 所以等到你没有意点的时候 你就把它拿出来卖 对 你问她去评估 但你想要知道她的价值啊 你一定是胸的手 她的推理是正确的吗 她是全程说谎的真凶吗 玩家请猛戳专题 竟猜真凶赢得大奖 真相到底如何 真凶到底是谁 真相破解版 每周日二十点 正片直播 揭晓真相 一群 一群